学生们的创新思维 结合企业的技术和经验 往往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是的 那么你看这台浮在水面上的仪器 它其实是能够监测珊瑚礁的机器人 即使是放在浑浊 暗流汹涌的潜水水域 它也能够保持平衡 拍摄出高清图像 并上传到云端进行人工智能处理 那么这台行动辅助工具 也出自于学生之手 能在必要的时候转为手动模式 它配备了人工智能 能够避开路上的障碍物 还能够根据导航规划路径 把用户直接送到目的地 那么如果途中遇到紧急事故的话 还能够立刻联系家属 没错 受访的学府表示 近年来学校和业界的合作项目 有增加的趋势 而学生们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模式 为未来加入职场做好准备 企业则可以采纳学生的创新点子 并培养和招募人才 下面让记者李正义 带你一起去了解 这是一台可随身携带的植物伙伴 点开应用程序就能知道植物是否需要更多水或养分 指导小朋友体验农夫生活 并通过小测验更了解水耕种植 这是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七名学生在松下工厂的指导下完成的 团队花了八个月研发 期间访问了上百名家长和老师 并让小学生尝试 一路收集反馈加以改良 产品预计一两年后面试 从Panasonic那部分 主要是得到他们使用这个水耕法的技术跟方法 理解他们如何提供最好的环境来让那些组长 我们这个产品呢 整个产品是我们自己开发自己设计出来的 这包括里面的电子系统 软件系统 软件系统也包括了前端跟后端 user experience跟user flow 全部都是我们来设计的 跟他们合作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 因为就是不只是好像我们一次做了就丢掉了 有了原型 企业还得考量成本定价 进行大量测试和认证 以确保品质达标可安全使用 虽然和学生们合作挑战不小 但这能打破企业固化的思维模式 吸引年轻人加入这类传统行业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方式 可以扭转他们对于农业的一些既有的观念 可以让他们知道 其实现代农业是可以和高科技 数码化 还有人工智能挂钩 从而让到这个行业成为一个朝阳行业 不是一个夕阳行业 因为我们公司一直都相信 企业和大专必须要紧密合作 所以人才才可以和市场接溃 这群来自新加坡理工学院的数码艺术学生 在玩具公司和ActiveSG的指导下 设计出适合银发族的纸卡游戏 游戏板上有国人熟悉的人事物 能刺激年长者的观感和手眼协调能力 让健忘或初期失智症患者回忆过去 我们的第一个原型有新加坡 就是像Marina Bay Sands 可是很多叔叔阿姨告诉我们 其实有很多乐龄人士可能没有出门 不知道这些是什么 所以玩游戏的时候会很闷 也是一种方式来更让他们更了解年长者的生活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对年长者的爱心 我们必须要将产品进一步的改进 包括它的品质 包括它的图案 然后初步的估计 明年我们想要把它推出去 玩具公司已同学校合作将近九年 一部分游戏已经在网购平台上架 XFSG也计划通过乐龄运动会等渠道 将游戏推广到社区里 科技的发展开拓了无限的可能 就连2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也能够还原面貌 是的 科学家从三具约2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的身上 特别提取了他们的脱氧和糖核酸 研究出木乃伊生前的头发颜色 眼睛颜色 肤色 面部架构等 再通过新修复技术呢 还原他们的样貌轮廓 研究人员说 人类的脱氧和糖核酸结构 在过去几千年的变化不大 所以呢 能够依据现有的样本 来预测出木乃伊的特征和血统 网飞Netflix收购游戏开发商 Nice School Studio 计划开拓游戏产业 让生意更多妖化 网飞计划和其他开发商合作 创造原创 以及旗下剧目相关的游戏 一些受欢迎的原创游戏呢 也能够支撑影视作品 公司正在为新开拓的产业 进行招聘 而谈到网飞 公司最近推出的一个剧集 Squid Game 由于游戏就风靡世界各地 这套剧集呢 环绕着韩国传统的游戏为主题 迅速成为了网飞 最受欢迎的剧集之一 这个网络也有不少 热烈讨论的剧情等内容 也制作创意迷因 看过剧集的人才会了解呢 这些迷因的意思 那也无意间呢 就成为了追剧迷的共同语言 没错 例如比如说 看似能够勾起我们 儿时回忆的玻璃球和拔河等游戏 所以看过这部剧集的人来说呢 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会 因为剧中这些呢 都是由关人命的生存游戏 谢谢这个朋友 最近就这个财务出现状况之后呢 如何呢 网民如果看到他这张名片的话 就会心照不宣了 因为呢剧中收到这张卡的人呢 就是急需用钱 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 那么这张名片呢 也引起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就是剧中出现的这张名片的 电话号码 在真实生活中呢 原来是属于韩国一名妇女 结果剧集播出后呢 他收到了几千通的电话 当中不乏是恶作剧的电话 让他非常的困扰 是啊 这个网费之后呢和他取得联系 请他更换号码 并愿意赔偿五百万韩币 将等于五千七百多新币 那么韩国一名总统候选人 甚至还要出价十亿韩币 向他购买这个电话号码 不过呢这个妇女表示说 这个号码他已经用了二十年 而且呢是他所经营的 小生意的联络号码 所以呢是不能够随意更改的 本地如果要开拍这个游乐游戏的话 那么网民最想看到哪些本地演员参与呢 八十街网站的调查显示 网民最想看七月五 饰演剧中没出戏的男主角 沈凌晨出演朝鲜的参与者 陈树成被票选为出演游戏幕后的推手 而他们呢也最想看孙政演出 剧中的过敌参赛者的角色 今天的戏城有决就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再见